以後的話請務必記住一下 這個是物件名稱 這個名稱都固定的 後面這個欄 這個I的話當成列 所以哪一列的E欄 哪一列的F欄 GH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要看結果的話有幾個方法 最快的是直接按這個 他就執行完了 但是如果說你剛開始入門你還不太了解 到底城市怎麼跑的話 你可以用針錯 足航 寄一個 就是 按鈕F8 你如果讓他足航足航跑你可以按F8 那我們按F8看看 F8有沒有 他就跑了 這個時候呢 F 那個I for I I現在是 所以是會帶給他 他就 幫我放在 第四列的 這個位置 放什麼 放後面的公式 丟過去 丟過去 看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跑完了對不對 支有沒有丟過去了 有嗎對不對 所以這個 結果就是 幫我把後面的帶過來 帶過來 就帶到這邊來了 有沒有 那NAS之後會跑什麼 NAS 這個I等於多少 5 對不對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5678 有沒有 那到103 直接 如果你OK的 直接按什麼 執行 跑完了 這樣就完成 這樣就完成 所以以後你只要給他一個範圍 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的什麼公式 放過去 全部都OK了 但不是只有向 同一個方向 你向下OK啊 哪一欄也OK啊 列欄全部都OK啊 所以一個視線表 你只要給他一個 規則 他就幫你把他 全部都 做完了 你只要按個按鈕 全部都跑完了 OK 所以 不是很困難的 事情但是 你們要先學習幾個啦 第一個 回圈 以前有學過程式的話應該都很 應該不是很困難 但是沒學過的同學 也不用太擔心 反正他規則應該很清楚啦 I是個變數會改變的 然後呢把資料輸出 完成畫面也在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1 先把開發人員的標籤叫出來 2 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按右鍵插入一個什麼模組 3 再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插入程序 程序名稱叫 門號OK 或者叫其他都OK啦 然後跑一個這個 程式 再來就是 續航去 跑一下 OK沒問題的話 再全部執行 那等一下呢再教各位怎麼樣 增加按鈕上去 畫面先換給各位 啊 啊 謝謝 我們需要趕快 小鈴鐯 這麼快 這就按一下 按一下 隨便 按一下 我們要按一下